雄狮在草地上艰难地挪动着 他的后半身宛如一滩烂泥般无力地贴在地面 整个脊柱看似已完全断裂 绝望 无助 痛苦充斥着整个画面 这是一头被狮王打败的流浪雄狮 因伤势过重 最后竟沦为狐狼突救的食物 那么狮王战败后结局都会如此呢 感兴趣的朋友点击有用按钮支持一下 我们接着往下看 狮王是每个狮群的核心 他们妻妾成群众星捧月 平时总是不紧不慢地巡逻领地 虽然很少参与狩猎 进食时却享有优先权 但狮王并非总是这么风光无限 他们可能随时会面对外来流浪雄狮的挑战 战胜继续歌舞升平 一旦战败下场凄惨 狮王战败后的结局一般为两种 第一就是战况激烈直接横死当场 不过这种情况占底不大 第二就是被逐出狮群 狮王落败富商离群很常见 此时若还是年轻力壮的雄狮 他就会重整旗鼓寻找新的狮群挑战 而如果战败狮王年事已高 他们的结局往往就会很惨 老狮王为了守护后代 通常会拼尽全力对抗挑战者 可俗话说全怕少壮 老狮王总有一次会被年轻的流浪雄狮打败 那时不仅要忍受夺妻沙子之痛被迫流浪 还要拖着年迈且伤痕累累的身体独自狩猎 有幸遇到同病相连的雄狮还能暂时组成联盟 但不幸遭遇猎狗群或者野狗群 就免不了被折磨一番 甚至大概率成为他们的晚餐 再有一种情况就是 身体还算强健 而且也未受重伤的战败狮王 这类雄狮虽然也会被迫流浪在外 但相比而言 他们的生活会好很多 有战斗力的流浪狮王 更容易和那些被逐出家门的年轻雄狮组成联盟 即便独自流浪也能很好生存下去 猎狗野狗也从不主动招惹这类雄狮 有时流浪狮王还会抢夺他们的食物 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假如期间流浪狮王又占领了新的狮群 他还能繁衍后代辉煌几年 而如果没有挑战成功 随着自己年老体衰 结局终究还是会被自然淘汰 不过以上这些只是绝大多数狮王的归宿 有一种狮子种群就很离谱 狮群平时都是单独狩猎 就连狮王也不例外 到了雨季狮王会带领狮群合力围杀大型猎物 更奇葩的是 此时前任狮王会主动回归狮群